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购物分享的视频了 现在是下午的2点08分 然后我刚刚上完课回来 我们课室上到1点 然后我去了一趟我们学院附近的Vitros 我其实没有想要买很多东西的 但是因为我去超市逛了一下 然后很多东西都在打折 所以我又买了一大包 再加上后面这边东西放不下了 然后我就放在我这个包里了一点 好那今天就想说顺便跟大家拍一个购物分享 然后我快点讲 这样拍完了以后我就去做午饭 先一样是把收据找出来 这次买的东西有点多 花了30.58磅 其实应该是31.58 因为我还跟一个朋友一起买了酸奶 然后那个酸奶是两磅两盒 如果买一盒的话就是1.5磅 所以我们两个就凑了一个 那个是他付的 所以应该是31.58磅 然后这就是我这次买的东西 那我现在就开始讲吧 先从这个包里装的一点东西来说好了 我买了这个 这东西叫什么 美国大樱桃吗 是吗 然后它是在做半价 如果它不做半价 我是绝对不会买它的 这个樱桃是 看一下多少钱啊 Cherries 在这儿Cherries 3.5磅 这一盒虽然没有很多啦 但是我觉得做半价应该还蛮划算的 所以就买了一盒 然后是一包豆芽 我来了这边以后 来了这边以后还没有吃过豆芽 所以今天刚好看到 就想说买一包回来 尝一尝 炒着吃一下 这个豆芽是 每次找这个价钱 我都要找好久 0.49磅 就是49pens 好 然后再下面一个辣椒 这个是Thai Chilis 应该是算比较辣 偏辣的那种辣椒 我觉得有时候炒菜可以放一点 这辣椒我 其实我来之后就买了两次辣椒 然后还有一次买了没吃完 这个是99pens 也没有很贵了 我觉得这反正每次就放一点 还能吃蛮久的 只要它不坏 然后买了一个这种微化饼干 这个叫Locos Locos 就这样对吗 应该是巧克力味的吧 巧克力味的微化饼干 好久没有吃微化饼干了 99pens 对 好 然后下一个 这个奶酪 我上次那个购物分享里面 好像也讲了它 这个奶酪特别好吃 我觉得 就是它里面是那种一片一片的那种 然后如果在国内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如果能买到的话你们可以尝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在家里自己做汉堡做三明治什么的 然后就直接加一个在里面 像一般的那种奶酪它不是不太容易化 就是你可能可能做好了三明治以后 你还要再把那整个三明治都放微波炉里转一下 才能就是那个奶酪才会化 但是这个就不会 就是因为你煎好蛋啊 煎好火腿什么的 它那个本来就是热的嘛 然后你直接夹这个进去 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用微波炉转 因为如果用微波炉再转的话 那个生菜就不好吃了嘛 对吧 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个的 这是 一点 一点 一点多磅 我记得 一点四五磅 这真的很好吃 强烈推荐 它就是打开有点像那种 怎么说 像那种果冻一样的质地 我打开一个给你们看好了 然后就是长这样 就是你每次就 拿一片这种 我觉得特别方便 然后它也是很软那种 有点像果冻一样的那种质地 我觉得特别好吃 推荐你们买 认准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叫 Derry Lee 是这个牌子 是Derry Lee吗 还是Derry Lee啊 用一个 这个买了一点这个 Egg Noodles 就叫鸡蛋面嘛 我想 我想买这种面 做炒面 不知道 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功 我再考虑一下 怎么做它吧 它是Tender 就是比较软的 那种Egg Noodles 这个是一磅 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Hands的HOOPS 我之前买过它家那个番茄的 就是蓝色罐子的 蓝绿蓝绿的那个罐子的 然后它里面是 蕃茄的那 蕃茄酱和那个豆子 我觉得那个挺好吃的 但是那个一大罐 我一次吃不完 然后放几天就坏了 所以我这次买的是这种小罐的 然后它是HOOPS 就这种圈圈 我想做那个番茄一面的时候 放进去应该蛮好吃的 十磅三合的那种肉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Gujons 这个应该是鱼吧 就是炸鱼条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感觉应该还蛮好吃的 买了这个还有买了另外两个肉 然后三个一共10磅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对就是这样 这个早上烤 这个不是早上 这个平时烤一烤炸一炸 应该就可以吃了 也蛮方便的 然后这个包里就没有东西了 对 然后接下来讲这一大袋 这一袋呢 首先买了一个这个 Cherry Tomatoes 就是它可以用来做那种番茄 呃不是 可以用来做沙拉 或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当水果吃也可以 嗯 这个 我最近很喜欢吃番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是Cherry Tomatoes 1.4磅 有这么一大盒 然后买了芒果 天呐这个芒果简直不要太划算了 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猜多少钱 芒果在哪里 在哪里 4磅 那也没有很划算嘛 我刚刚 当时看的它是1磅上面标着 不过也是啊 怎么可能4个芒果1磅呢 这个4个芒果4磅的话 也还好了 反正也没有很贵 哎呀 顿时没有那么开心了 写的home ripening 就是你回家以后自己要放熟的 好 原来是4磅 好难怪啊 然后买了6个kiwi 就是猕猴桃 然后它也是home ripening的 就是你也要自己放一段时间来吃 看一下猕猴桃是多少钱 猕猴桃是80匹 这个就比较划算了有没有 还好吧 只是80匹 6块 6块多钱 然后又是红蹄 这个就不用讲了 就是 这是什么 经常会买来吃的 就是特别特别甜 我之前在那个 购物分享里也都提到过 就是特别特别甜 跟糖一样甜 超级好吃 这就不用多说了 这是2磅 好 然后就是我刚刚讲了 跟同学拼了一个酸奶 我又买的是这个Yale这个牌子 然后这次买的是Mango和Vanilla 芒果香草味的 这个口味我好像还没吃过 因为这个味道比较少见 就是一般都是卖的什么 Strawberry啊 Raspberry什么的 第一次吃这个味道 感觉应该很好吃 毕竟有芒果嘛 然后买了一盒 这个 这个是Opera的这个奶 杏仁奶 我这次买的是Original Original就是 带一点点甜味的 然后Unsweetened 是我现在在喝的 就是没有甜味的 这个 这个超级划算 我看一下 这个它最近在打折 然后我记得是80多匹 85匹 这个平时 你知道吗 平时要卖1.1.5吧 1.65大概这么多钱 然后它现在相当于差不多半价了 虽然它很重 然后我背回来很沉 然后呢 又买了一盒这个Crakers 这个是Walkers 这个牌子的 然后这个Crakers 我之前推荐过那个Ritz的Crakers 然后 嗯 这次买的是Walkers 这种我比较喜欢吃 我之前讲过了 我比较喜欢吃这种厚一点的这种薯片 然后它这个是Sweet Chili 就是甜 甜椒味 嗯 然后一般我买薯片都会买辣的 因为 就算辣的 它也不会很辣 所以 起码它带一点点辣味嘛 嗯 就买的是这个 这个是多少钱呢 看一下 这我还没吃过 所以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是也不能给你们做推荐 这个是多少钱 在哪儿写的呀 啊 在这儿 一磅 一磅 一袋 还挺贵的哈 没办法 唉 谁让我想吃呢 好 然后是一个Broccoli 就是西兰花 这个应该是几十匹吧 但是西兰花是不贵的 嗯 56匹 一颗 就可以炒一盘 这样 好 然后接下来还剩两 两盒肉 两盒都是牛肉啦 一盒是这种牛排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盒就是这种 切成块的 然后 这跟我刚刚讲的那个Google 就是这个鱼条 三个一起 一共是十磅 其实还蛮划算的 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之前买的那个 之前说的那个 嗯 你看这个steak 就要3.99磅了 然后 Fujo呢 是3.75磅 然后 这又有一个steak 是4.19磅 加起来 它们只要10磅 所以还蛮划算的 你们 好 那我现在就看一下 唉 还有一个东西里面 还有一盒这个火腿 我的火腿吃完了 然后我一般买火腿 都是在那个Tesco买 嗯 Tesco自营的那个一磅 然后honey roast honey roast ham 我每次都是买这个口味 它是 其实它说是honey roast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点咸咸的味道 没有什么甜味的 然后它这样薄薄的一片 每次就煎一片 早上嘛 煎一片 然后再加一个煎蛋 再加一片奶酪 再加一点生菜 然后再加两片那个吐司 就是一个自制三明治 这牌子的 我还没吃过 今天第一次买 OK 那我就讲完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又是一大堆吃的 我现在要把它们放进冰箱里 然后去做午饭了 嗯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们看的开心 我们下次再见 bye